首先關心的是國內疫情 兼新增七例的境外移入病例 但是沒有新增本土個案 關於華航跟諾富特飯店感染的事件 指揮中心也公佈最新的病毒基因 定序結果 包括四名的華航機師 首例的房務主管等共有十二人 基因序列是相同 都是感染了英國的變種病毒株 研判感染員至少應該會有三個 而為了強化疑似個案通報 指揮中心也宣布 從即日起 診所將疑似個案通報 可以獲得一萬元的獎勵金 負責採檢的院所可以獲得五千元 華航機師與諾富特飯店感染事件 已經造成二十八人染疫 至今機組員和飯店員工 感染源仍不明 疫情指揮中心公佈最新基因定序結果 案一零七八 一零七九 一零九一及一零九二等 四位華航機師與諾富特員工 從首例房務主管 目前重鎮的案一一二零 到新增的房務部員工 餐飲部員工 以及外包水電工等五人 同住家屬案一一三五 一一三六 一零九零等 總共十二人的病毒基因序列相同 都是感染英國變種病毒株 另外案一一零二機師 與去診兒子案一一三三 以及女兒案一一三七 一家三口基因序列也相同 都是英國變種病毒株 不過研判這起家庭群聚 是另一起感染事件 我們現在沒有判定說誰給誰 當然我們還是認為從國外帶進來的可能性比較高 而國外帶進來是不是一定是我們國內的航空公司的機組員帶進來的 那這也還成問題 也許是國外航空公司的機組員帶進來的 而為了強化疑似個案通報 指揮中心宣布 從即日起基層院所只要將疑似通報個案 轉診到社區採檢院所採檢並確診 每名確診病例可以獲得一萬元獎勵金 負責採檢而且確診的院所可以獲得五千元 負責通報確診的醫師則可以獲得一萬元 此外因應華航機組員染疫事件 陳時中表示考量整體狀況有待釐清 居家檢疫天數因從三天延長到五天 五號晚間將和華航再次開會討論 清零計畫預計六號中午對外公布 至於確診機師案1153 在自主健康管理期間違規外出到餐廳聚會 將由民航局調查後開罰 最終可以罰15萬元 記者拉出名 蔣龍祥 台北報導 財務院議員 財務院議員 財務院議員